台積人跟你講 你自己都不知道 對不對 商人做政府的事 政府做商人的事 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商人替政府去要疫苗 替政府買疫苗還出錢 政府跟商人要去推廣高端 推銷高端 去未高端 股票一直加持 商人變政府 政府變商人 官員變商人 商人變官員 很多點的啦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講說 AZ別打死人 不一樣的AZBND莫德納 那是現在全是幾億人在打 那是經過三級人體實驗的 你高端經過了嗎 你把台灣人當成第三級人體來實驗 那不是要很謹慎 要很慎重嗎 怎麼會這麼出招呢 這個是因為過怕 他說我只有90公斤 對不起 我目視錯了 看成130公斤 你目視會把一個90公斤人看成130公斤 那你看我是不是110公斤 加330公斤啦 過胖啦 有高血壓啦 有糖尿病啦 他在吸毒啦 各位 我去查了一下 台灣有高血壓的508萬人 有糖尿病的230萬人 血糖126以上 100到125前期糖尿病 台灣有500萬人 吸毒的保護資料26萬人 至於過胖 那到時都是啦 我可能也過胖啦 那通通不能打 通通不能打高端 因為很危險 專家就這樣講啊 指揮中心這樣講啊 這樣這些人加起來 1000萬也不止啊 那什麼人能打高端 說得蔡英文 大家都不能打 那這種疫苗幹什麼 很奇怪啊 發生事情 你不但不承認 還要去推脫責任 從這邊就看得出來 那麼多我們 聽說 怎麼會 要去看 我們下個小新的 有型 有點像 通常